今天呢 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 也是最近有一些客人围绕的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暂时你掌握在手上的一个财富 究竟存在什么风险 大家很多都以为已经进了我口袋的钱 它永远都是我的钱 但实际上会不会是真的这样呢 我就跟其中一个我的客人他分享过 就是现在好像在我银行存款里的钱 我名下的房子都是属于我的 但是有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马上让他看到的 就比如说他自己的一个婚姻的问题 或者是他做生意 未来可能会承担债务的问题 除了影响自己 可能还影响自己的一个家庭成员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税务的一个完善性 可能还有待提高 那在税务越发完善的过程里面 你原来手上的财富究竟还剩下多少呢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这位客人 乃至其实很多客人根本没有去考虑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赚钱这方面的能力都特别的强 但不见得他们在守住财富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也同样拥有这么强的一个能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一个话题里面 好这是我的自我介绍 我叫海风我是广州的一个本地人 然后从事金融行业十年的时间了 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因为时间有限 OK好我们来看到的就是 这里有四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对他们是不是都挺熟悉的 像沃尔顿家族 柯 柯家族 马士家族 还有爱马士家族 这四个家族 我们来看到的都是他们已经 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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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听到吗大家 可以可以 因为刚才有电话来打断了 嗯 对 嗯 好的好的 OK 不好意思 然后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三代 三代 五代 六代 我们看到的他们都已经传成了很多的一个 后代的一个家族 已经把他们成功的事业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但是我们回顾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就是富不过三代 其实三代都很厉害了 有很多可能在自己那一代就没有办法守住财富 这里究竟出现了一个什么很根本的原因呢 其实就是因为在没有掌握到核心先进的一个传承的工具利用到 并且第二的就是思想的固化 很多人认为钱在我的手里才能够很好的发挥管理以及传承的作用 但实际上可能有比我们掌握在自己手里更加合适的一些第三方机构 帮我们去做管理可能达到的效果远远比我们自己做管理要好太多太多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跟大家简单讲到的一个工具就是信托 因为我前两节课如果有上的话也有朋友应该会听到我有提到过信托的一个话题 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梳理一下它的结构以及它的一个运用 以及适合的一个群体 首先为什么说信托它非常的安全 以及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传承以及管理财富的工具呢 我们首先看到举个例子啊 今天我是这个财富的拥有人 那我如果想要成立信托 我自然就成为了这个信托的一个托管人 我想把我这里财富托管给信托公司帮我去管理 那所以受托人就是信托公司 那好了 但信托公司是完全受监管的 在成熟的西方国家走海洋法系就是英国法系的这一个国家或者是殖民地 他们信托的一个法律已经非常的完善 在1893年已经开始成立并且运用 所以它的那个成立时间以及过程里面处理的案件是非常的成熟的 那我们来看到那第三个人称就是受益人了 就比如说我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想要传承给我的家族成员 或者是我一些非常重要重视的一些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能不是直接把我的财富交到他们的手上 而是委托信托公司在过程里面按照我的意愿 因为我有可能在生前可以去发行我的指令 也有可能在我已经离开了以后 还是按照我的意愿去把我的财富怎么样去分配给我想要分配的一个家庭成员 或者是一些人 那好了这个过程里面他就属于了一个受监管的工具 而且受到法律的监管之下 这过程里面能够避免很多 现在如果我个人去传承 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 举个例子 今天我把我的财富我的公司都委托给信托公司放在里面 首先先别说怎么传承了 我能够避开什么问题呢 第一税务的问题 第二可能纠纷时候查封的问题 第三债务的问题 第四我可能个人的一个感情问题所产生的财产分割的问题 为什么能够处理到这些问题呢 首先在法律层面来看 我已经把我的财富委托到信托公司里做管理 在名义上这些财富的拥有权已经不在我的名下 而在信托公司 但是我拥有这笔财富的实际的一个使用权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就能够很好的掌管我的财富 而同时把风险转嫁出去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今天我可能做的是一个布料的生意 做了可能一千万的货款 可能但是在过程里面 可能因为疫情或者是海运的问题 导致到没有办法如期交货 那过程里面可能我就欠了一千万的一个债务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根本没有用到任何的金融工具去保护我自己 或者我的财富 那在主上门追债的时候 我就要用我自己的私人财产去偿完这一千万的债务 如果公司的钱不足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我就要抵押我的车子或者是我住的房子 甚至是我的银行存款 但如果我运用了信托这样的工具去保护我自己私人财富的话 那在债主在追上门追债的这过程里面 可能他要求银行去冻结我的财产 但是一查发现名车不在我名下 房子不在我名下 钱也不在我名下 那所以我还是能够照样过着 开着豪车住着豪宅 吃着山珍海味的生活 但是这些问题不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还有我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也不受影响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很好的能够避开查封债务的问题 另外税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后面会讲到财产分割也是一样 比如随时谁他可能要跟他的先生或者太太 婚姻出现了什么一些问题 那如果提前把你的财富放在信托里面 也能很好的保护这个过程出现的问题 OK好 那具体信托能够有什么很有用的一个功能 或者是有用的一个用法 能够给到我们的一个客人 在过程里面能够避开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归类了八大类 慈善的目的 税务的筹划 紧急的安排 风险的隔离 财产的保密 传承的安排 还有灵活分配 以及照顾家庭 那其中这里面有几项是我要特地提出来的 首先第一 税务的这一个问题尤为重要 因为在我两位老师也是台湾的 因为台湾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两个富人 他们的财富大概都在600亿左右 新台币的一个财富水平 但有一个是因为没有运用到信托 而有另外一位富人是运用到信托 他们之间相差的那一个成本 差不多是200多亿 那这过程里面 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到合理的工具 可能你就要付出更多的财富 那就等同于他大半辈子赚回来的钱 基本上差不多付出一半的成本 来惩罚他这过程里面 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他传承以后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税务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那另外就是风险的隔离 首先就是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了 永远在我名下的财富 都会因为我自己的一个行为 而牵连到我的财富的一个风险 比如说我的欠债 比如说我公司精英的问题 我自己婚姻的问题 这都完全能够影响这些财富的一个安全性 但如果能够隔离开来 我自己出现什么问题 我自己的行为起码不会影响 我这辛苦累积的一个财富 那还有就是财产的一个保密 其实很多信托的委托人 最注重的就是他的隐私 因为谁都不想被别人知道 自己究竟有多少财富 是怎样的一个类型而存在的 很坦白地说 基本上连自己最亲近的人 就是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儿女都未必能知道 甚至是不知道 所以保密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的就是灵活分配跟继承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刚刚说到的富不过三代这个问题 在我国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为什么海外能够很好的解决呢 我举个例子 今天我是一个身家100亿的超级富豪 但是我有三个小孩 这三个小孩年纪还比较小 我可能年纪比较大才能够有他们 因为可能早年在拼搏事业 那好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看到他们已经成熟 能够接管我这笔财富的时候的能力 我是没有办法安心的把它交到他们手上 那如果像国内很多老板做法就是指承副业 不然怎么样我都交给他 如果他没有能力继承 或者是他败家 或者是他遇到坏人 那过程里面可能我这一辈子的财富 就交到他们手里 可能就没有了 那但是如果我运用了信托 我可以在里面定下非常多的一个条件 我们看到灵活分配就写了 复杂的多阶段分配安排 举个例子 我今天把我这笔财富放在信托以后 我可以这样分配 比如说他们大学毕业 我给他们一笔钱 如果硕士毕业 我再给一笔 学历更高的一个毕业 我再给 他出来工作 我给 如果他来我的公司上班 我可能再给他一个公司什么职务 然后做到什么年 年资 或者是到达一个什么的成就 或者为公司贡献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可能又再给他一个更高的职位 甚至是分配股权给他 另外他生小孩 我给他一笔钱 如果他是生的是男孩 我再给他一笔钱 他生两个三个男孩 我继续照给 那这个过程里面 第一他为我留家不断的延续后代 第二他已经不断努力的成为我想要他成为的那个人 能够有能力接管我的生意 我的财富 这个时候我才安心把我的财富完全交到他们的手上 那过程里面不会发生什么富不过三代 来自他们过程里面没有办法妥善管理我财富 这种问题出现 所以为什么能够世代相传 并且他们也会运用我的这个工具 或者我的这个办法去给他的后代 继续安排他们的财富规划 我们看到一个比例就是可能要占用多一分钟的一个时间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境内的一个信托跟海外的信托 大致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国内有很多信托类型的保险 但其实你说他是信托 他其实更像就是一个保险类的产品 可能只是这一份保险能够达到一部分的信托功能 但不是说他的账户能够完全达到像海外的一个信托功能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法律的问题 一个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宪法 另一个是海外的普通法 就等于英国的一个海洋法系的那个 海峰老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是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后面可以跟你做相关联系 这个部分等以后可以再讲 或者是他的有谁资产部位比较大 可以来请你帮忙 你那个微信或者公众号的二维码 OK OK好 OK这方面到时候我可以发这个资料给有兴趣的一个朋友 OK这是追求一个例子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他就是运用的信托 很好的管理他的一个家族财富 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在会后的时候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OK 那我今天因为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就把时间交回给通理老师 好你停留五秒钟吧 OK让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跟你联系 好那我想在这边预祝大家呢 那个很快呢 就是有这种烦恼的钱很多 不知道怎么传承 因为有可能你自己未必马上能够 但是你的客人可能开始能够接触到这个步骤 因为我有个客人就是已经开始达到这个需求 所以可能给大家多一个话题 对OK OK好我先这边先撤了 哈哈哈 好